民主同盟國家相繼為台灣發聲 挺台抗中 也已經成為世界的新顯學 為2758號決議文來平反 拨亂反正正確解讀 是這波國際行動的焦點 民進黨團利用朝野協商的時間 來提出這份共同聲明 非常遺憾當天被沒收了 民進黨你的自信哪裡了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從22國調到12國 接近腰斬啊 關鍵字啊 亞希亞不是孤兒啊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中華民國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重返國際民航組織 你民進黨偉大 一進來兩個地方都被踢出去 我們台灣人民所有的努力 重返國際社會努力 被你民進黨敗光了 請賴清哲跟行政院 保證跟馬總統一樣 能夠重返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 在你2028練滿之前 感謝會員贊助支持 主席各位同仁 1971年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文遭到錯誤的解讀 在中國長期的打壓之下 台灣與國際社會形同鍛鍊 半世紀後的2024 台灣經過數十年來的努力 國人齊心打拼 台灣展現強大的經貿實力 我們更成為世界華人世界的民主典範 台灣已經不再是亞希亞的孤兒 台灣已經成為世界的關鍵字 2024的此時此刻 台灣迎來重新鏈結世界的新契機 機會來了就要把握 民主同盟國家相繼為台灣發聲 挺台抗中 也已經成為世界的新顯學 為2758號決議文來平反 撥亂反正正確解讀 是這波國際行動的焦點 從2023年去年的7月 美國的眾議院通過台灣國際團結法案 主張聯合國2758號決議不涉及台灣 而後 今年的7月30號 IPEC論壇 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 在台灣召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會議 而台灣也成功入會 聯盟2758號決議不涉台的共同訴求 在IPEC論壇之後 開啟了國際挺台抗中的集體行動 很感謝 很感動 澳洲 荷蘭 都相繼在國會跨黨派的發出決議的聲明 而最新消息的今天 義大利的眾院外委會 也加入了這個挺台的行列 昨天呢 美國國務院的副國務卿 Cam Bell 他具體的向國際社會來說明 中國利用聯大2758號決議損及台灣地位 這是美國官方有史以來第一次正式對此來發言 所以我要說當外國朋友為台灣發聲的時候 台灣當然不能置身事外 機會來了 當然要把握 所以民主進步黨負責任的提出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立院的朝野黨團共同聲明 來向世界訴求 我們除了表達對民主同盟國家對台灣的支持之外 我們也要堅定的重申我們的幾大立場 如同剛剛議事人員所宣讀的共同宣言的內容 字字句句都是我們愛台灣挺台灣的具體行動 大家可以參閱 這週三民進黨團利用朝野協商的時間 來提出這份共同聲明 非常遺憾當天被沒收了說話的權利 事實上從過去到現在 立法院已經有15次的經驗 朝野各黨透過協商共同討論 來提出立法院正式跨黨派的決議文 就包括我們共同在去年提出了嚴正抗議中國軍演的決議文 我們也曾經在2022年共同提出反對俄羅斯片面發動對烏克蘭的軍事侵略 我們也在2020年我們共同針對香港版的國安法 台灣的朝野同心透過聯合聲明來訴求來對國際發聲 台灣很有經驗 而這樣的經驗都是透過朝野協商提出 各黨願意正式這個議案 字字句句方向內涵都可以探討 所以我沒有辦法理解到今天還有在野黨團在台上說 協商當天是民進黨團突襲 過去15次立院共同聯合聲明都是同樣的程序 何來突襲之友 但是民進黨團非常的雀躍也歡迎 我們看到各黨陸續的提出 2758號決議文撥亂反正的相關聲明 我們願意朝野一起來磋商 為台灣發聲 Leave no one behind No one is outsider 台灣的力願 當然要有行動 朝野一起來 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 馬英九 勇敢突破聯合國2758決議的限制 賴清德 你做得到嗎 剛聽到吳四邀委員說啊 民進黨上台之後啊 台灣變成關鍵制 不再是亞細亞的孤兒 呃 我有小小兩個問題想要請教民進黨你的自信哪裡了 中華民國的邦交國在民進黨執政之下 從二十二國掉到十二國接近腰斬啊 關鍵制啊 亞細亞不是孤兒啊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 我們中華民國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重返國際民航組織 你民進黨偉大 一進來兩個地方都被踢出去 你跟我講台灣是關鍵制 不再是亞細亞孤兒 我們台灣人民所有的努力 重返國際社會 重返國際社會努力 被你民進黨敗光了 今天民進黨說要在立法院提案 朝野共同要打破聯合國2758決議 來不讓這2758決議封殺中華民國的國際空間 我贊成啊 我當然贊成啊 中華民國從來就反對2758決議 但我欣賞民進黨的勇氣啊 民進黨今天的提案根本自負其短 打點了蔡英文 打點了賴清德啊 事實上從聯合國 1971年通過2758決議以來 中華民國只有一個總統 打破了2758決議的限制框架 然後讓我們中華民國 有機會參與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 這個人就是馬英九 聯合國2758決議是在1971年 聯大表決中國代表權問題 所通過的決議 中華民國基於當時的代表 基於漢賊不兩立的原則 投票前毅然退場 這個決議雖然沒有直接處理 台灣2300萬人民在聯合國代表權的議題 但他對於我國 參與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的機會 仍然造成全面封殺的直接效果 這是為什麼我們反對聯合國2758決議 但即便面對如此艱難的國際環境 國民黨執政的時候沒有怨天尤人啊 老共的打壓一直都在啊 可是呢 我們執政的時候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之下 成功突破聯合國2758的框架 2009年以觀察員身份 連續8年出席 睽違38年的世界衛生大會 2013年併應國際民航組織主席邀請 以貴賓特邀貴賓名義 出席睽違42年的年會 馬英九可以用實際的行動 實際的成果 來去突破2758的決議 國民黨可以為中華民國 締造半世紀以來 最耀眼的外交成績 重返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機構 民進黨政府 你本來應該延續這一個資產 好好為我們國際空間奮鬥 結果呢 民進黨不但沒有辦法突破2758的框架 事實上在2017年2016年 分別被逐出了世界衛生大會 跟國際民航組織 這就是無事要說的關鍵字啊 所以民進黨要反對2758局 很好啊 我建議民黨放兩個點進去啊 不要讓賴清德輸給馬英九 第一個 請賴清德跟行政院 保證跟馬總統一樣 能夠重返聯合國體系下的國際組織 在你2028 冷滿之前 保證可以重返世界衛生大會 保證可以重返國際民航組織 不要輸給馬英九 拜託 把你的聲明放進這一點 羅志強都約一千了 我告訴你 第二個 如果你做不到 也不要打嘴炮 民進黨外宣說 國際關係多麼好 請你端取所有聯合國成員國 廢除2758決議 讓中華民國重返國際社會 賴清德要不要保證啊 2028年任滿錢要不要保證啊 你做得到再來嘴2758決議 謝謝 謝謝 謝謝羅志強委員的發言 報告約會現有國民黨團體議 敬付二讀 請問約會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本案敬付二讀 感謝您的收看 請訂閱支持呦 中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